在韓youtuber要搞聚會啦 沒有見過的畫面啊 大家好 我是MIRROR 今天是一個超級百年難得一遇的機會 今天我們在韓youtuber要搞聚會啦 為什麼百年難得一遇呢 因為我們雖然全部有分開分開這樣見過 但今天這個組合應該大家是第一次見的 不單是大家第一次見 我們自己私底下也是第一次 覺得今天挺特別的 想要用相機再記錄 出外袋 是不是 你就知道要去玩啦 它的料盤 放很多 今天聚會就會在Oan家裡搞 Oan家其實他搬了屋之後 我們第一次去 也算是一個喬籤之氣 所以現在打算去買一個日夥禮物給他 平常我的車會放了一個卡帳在車上給他 整車的時候我又忘了拿回卡帳回來 所以就只好這樣坐在一個袋裡 不過他坐在一個袋裡也很怪 但現在不知道為什麼他經常都想出來 因為他想去玩 因為他知道他現在是去見Nana 聽到Nana的名字就會有反應 唷尷尬 那個毛色還離開 XD 買話 要拍車 快 Pis 好 来 来 好了 不好意思 好,好,好 pose 好 来 哇,那邊瘋了 超興奮的,Louie 怎樣啊,去玩啊,我們去玩啊 我們去玩啊,現在輸了 上車 你們可以冷靜點 禮物 哇,多謝 為什麼不肯出來啊,你為什麼不肯出來 是不是很久不見啊 終於來了你家了 看看那個炭應該要怎樣排列 因為現在只是燒了 不是這樣堆上去嗎 我給一個 Louie先 Louie,Louie 要走下去 這個,這個,沒有什麼事 我沒什麼事啊 愛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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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火了 好厲害啊 就是你剛才在噗噗噗噗噗噗 有1%功能 他已經分3分1 一半 我覺得可以先去 瘦了很多 你應該又瘦了3公斤 你現在應該是60頭 中 今天就死了 你現在的臉真的瘦了很多 最會中工作的 我做了很多東西 有三文魚 有雞翼 雞扒 牛仔骨 翼一堆材 然後還有 牛油甘菇 好用心啊 切開一格格 好漂亮啊 雪怪 我有買 我會上去做 香港Style的 雞翼肉 你的露台好漂亮啊 我這些是藤根那裡買 二手的 正 你家裡有便利店嗎 我喝啤酒 嘩 它爆炸 你家裡有便利店嗎 你喝啤酒嗎 是啊 你酒不喝啤酒就在電 你家裡有便利店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我一集中 我就回不到其他 你集什麼鐘 我看不到 你看得到我 我看得到我 我看得到我 歡迎Share大廚 讓我做現在 這個畫面 我沒見過這個畫面啊 拿上照片 拿上照片給我 是不是要上照片 1 2 現在要這樣 這是最紅的 金足潮流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最紅的 今天大家都這麼有空 這個很喜歡燒東西吃 我喜歡燒東西吃 這很久 是嗎 成績可以搭配 本來好像是四月不知道多 明天一樣 本來是四月幾 然後明天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雞肉好吃 對 超好吃 我們應該是糖牛 我們應該應該是 等一下 等一下 按著 再一次 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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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合拍 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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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塊 五塊 因為我好像是一塊 對 不是 五塊 因為我有點問題 然後要下去 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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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到夜明 現在我們要收拾東西了 這個家裡很甜 我覺得你家裡很好 是否很需要一個男人 你這麼突然 但剛才那些燒飯有香港味嗎 有 有 特別是有型 然後它就寒了 哇 很養生的感覺 很好喝 真的很養生 甜到剛剛好 真的這樣 走啦 我幫你 原來收拾 這個紅毛 對啊 這次 好像在賣廣告 喂 喂 喂 上次我來的時候拍一張 然後我看到老闆娘 在我的flop下面留言 希望下次有機會可以見到 但這次也是見不到老闆娘 你會不會再看到這個flop 我又來光顧你了 在賣奶茶 但我們要去第二間cafe 坐 你不知道 人氣打卡咖啡 嘩好震 不好意思 超震的 這邊不會 只有這邊是打卡的 裡面的不好打 這裡有毛背景點喔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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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鋒 抱歉 抱歉 我們為了 抱歉 抱歉 首先一来是肺炎的关系 肺炎不允许我们有这么多人的聚会 二来就是就算肺炎之前 我觉得我个人都变得比较内向了 和比较没那么主动 大家如果是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看我的观众 就会知道其实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开朗活泼 是会很主动这样想认识不同的creator 我是想和每一个creator都成为朋友 当然这个没那么可能 但我的耐心当时是这样想的 因为现在我查了自己的NPT 是ISF3 其实我觉得几年前的我 我绝对有机会是ESFP 因为以我那种这么主动去认识人的性格 我没可能是爱的 但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内向呢 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可能 首先撇除了肺炎这个原因 最大的原因应该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 当年多月大就会越难得去社交 有故有个朋友就这样 不想再花心力去认识一些新的人 因为认识一个人其实就是要不断地去沟通 就是懒惰 当然也有想起来之前 看我这么主动的那种行为 其实也有试过不少冷淡的回复 拒绝一下拒绝一下拒绝一下 自己何必这么努力去认识人 反正人家都不想认识我 但那时候因为小时候 所以就比较少这个体量 但现在长大了 其实都明白 未必每个人都想跟你做朋友 本身自己有自己的生活圈子 然后硬要加入别人 或者令别人加入你的生活圈子 有点强人所难 所以就慢慢导致不想再去主动去认识新朋友 然后这种算是比较负面的想法 一路一路一路这样对值 再加上肺炎 就导致有现在的 我觉得之前是有点把自己困在一个框框里面 但最近其实我也觉得 自己这种状态不是太好 所以我也有刻意去见多了朋友 不论是creator的朋友也好 素人的朋友也好 或者是一些熟的朋友 或者是不太熟的 甚至是新式的朋友 我也有去见 这样去见人的这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挺开心 我自己给自己一个小小 又不可以有目标的 如果是有朋友或者其他 找过去gathering的话 其实我没什么事的话 我希望自己更加踊跃去参与 去见多些人 认识多个人 就算未必是做到朋友也好 你透过那短时间的沟通 其实你也可能会获得一些 一些新知识 所以这个就是 我一个小小的plan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就是可能不 feeder 我愛你 我愛你